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就是這個弓箭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外型 它這邊是一個馬蹄形,然後這邊是一個圓形 外面是一個耳朵 然後中間有10mm的一個架橋 我們來先看一下它的尺寸 這個馬蹄形 它這個內徑是15mm 外徑是35mm 然後這個深度 中心點的深度是15mm 這個厚度是10mm 離兩個邊邊都是5mm 這個中間這個 這個金啊,金條也是10mm 然後 這一個內徑 是25mm 它寫 寫R12.5mm 也就是直徑25mm 然後高度是50mm 然後最後面這個耳朵的部分 邊邊外徑是R15 也就是直徑30mm 裡面這一個眼孔的距離 眼孔的直徑是16mm 它這個深度是13mm 中間是一個5mm的切口 那看完這個尺寸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從哪邊找所 第一步 我們先畫這一個馬蹄形跟這個圓形 先做出來 然後我們再做這個橋梁的部分 先做這個部分 第三步 我們再做這一個耳朵的部分 我畫出來 最後呢 我們再來做這個部分 做完以後最後這個切口 再直接把它除掉 就可以做出來了 好 我們這個先把它隱藏起來 這個圖檔 這個是我們剛才看的這個圖檔 我們先畫出來的 那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它的大概結構是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先檢查一下 它尺寸是不是我們標準 這邊是75mm 這邊是75mm 中心距離 好 然後 這個內進 外進 35mm 內進 15mm 深度 15mm 然後這個高度是20mm 高度20mm 然後 我們來看這裡 外進45mm 裡面是25mm 它高度 這個高度是50mm 再來看這裡 這個 裡面這個直徑16mm 外圍是30mm 然後這個中心距離是35mm OK 最後再來看這個第二 這個厚度是10mm 大概了解 這個尺寸跟形狀以後 我們就可以 衝突再畫一遍給大家看 我們將這個弓箭 先把它隱藏起來 OK OK 我們還是一樣 從 上機準面開始 從 上機準面開始 從這裡 從這裡 OK 這 45mm 然後 裡面是 20mm 25mm 然後這個中間 注意一下 它中間 有一條 結合 我們就畫一條 結合結構線 水平的 然後 距離多少 75 75mm OK 在這75mm 當中呢 它 有一個馬蹄形 我們先從這邊 選這個好了 隨便選一下 拉出來 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拉出來 OK 它外面是35mm 這就是R 17.5mm 裏面 裏面呢 是7.5mm OK 然後這個 這個資訊 這邊距離是多少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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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中間 把它畫一條直線 拉過來 OK 然後 注意 它這邊還有一條直線 我們順便把它畫好 它是從這裡 到 這裡 香切 這一條跟這裡 香切 然後把它 鏡射回來 鏡射圖圓 這一個 OK 這樣子我們大概 一個圖形 大概就 出來了 那我們先開始漲料 這邊是20 這邊是50 那我們先 漲料 漲料齁 分成兩部分 我們先漲這邊 再來漲這邊 OK 先漲 我們選擇草圖輪口 這裡 20 往上漲 好 OK 再來 我們一樣用 上漲裡面 當參考圖圓 然後 一樣 這一個草圖 繼續 參考圖圓 然後我們再來 選這個 一樣 選擇這個輪口 它是多少 50 50 OK 這一個步驟 就出來了 接下來呢 我們 要從這邊 下來 5mm 建立一個面 好 等一下我畫中間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參考圖 參考 參考幾何 基準面 這裡 你從下面選也可以啦 它是 翻轉 5mm OK 然後我們從這個面 做基準面 然後繪製一個草圖 一樣 我們一樣用這個 做參考圖圓 參考圖圓 這樣就出來了 怎麼樣畫呢 然後我開始漲量 就是漲這個部分 中間這個部分 橋樑的部分 OK 身上 我們選擇輪口 選擇中間這個部分 它是多少 使命力而已喔 然後方向是相反 這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就完成了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 這一個部分 耳朵的部分 耳朵部分 我們要選一個面 前基準面 前基準面 草圖繪子 來 我們來把它轉正 它就是這個地方 來 一樣用這個 下草 我們選 中心點 應該在裡面一點 不要在外面 再一次 按不用 然後我們這個就是要選擇 再畫一條 集合建構線 中心線 因為它是中心點嘛 然後 然後 我們 再從這個 終點 拉出來 OK 這邊也是一個 從 集合建構線 就是 這個 這條線 跟這個 要重疊 重過 供點 那這個 就定義在這個中間 然後 我們來看 這個地方 它多少 它是要15mm 半鍵15mm 然後中間呢 它有一個 直徑 是16mm 然後這個 兩邊的距離 是35mm 然後這個 兩邊的距離 是35mm 然後這個 兩邊的距離 是35mm OK 然後它 這邊 13mm 26mm 再加一個 5mm 就是31mm 兩側 對稱 要31mm 注意喔 這個地方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 圓形嘛 我們 這個地方 不要超過太多 如果太多的話 它 裡面的圓形 到時候 我們還要再 除掉一次 就麻煩 然後我們這個 用剪刀工具 先把它剪掉 OK OK 這個 剁出來的部分 修剪掉 然後我們用 隱藏線 的部分 我們看出來 你看看 這個地方 不要超過 這條線 我們這個先拉到 沒一點點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我們可以開始漲料 它是兩邊深長 總共31mm 然後呢 是兩側對稱 那 這樣子 看一看 沒有超過 可以 OK 那 這樣子 這個圖形 就出來了 最後 我們要 中間的這個 精彩 OK 一樣 我們一樣 選 前幾指面 草圖揮制 OK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畫一條線 再一條線 好 然後 他在 寫這個熱彩 就是這個 然後方向內 向內 10mm 喔 是平均 OK 沒辦法產生 那是我們這個熱彩 那個 重新再補畫一次 來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加一條 這個熱彩 我們再加長一點 這邊加長一點 OK 然後這邊一樣 再加長一點 OK 來 我們再做一次 試試看 特征 OK 看有沒有辦法做到 OK 出來了 這樣就出來了 喔 死迷你 最後 我們 來 我們再把它恢復回來 最後呢 我們這裡要出料 我們從這裡 超圖揮制 是5mm的一個切口 我們隨便 對齊 這邊對齊好了 到這裡 它切口 它切口是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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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直接就把它貫穿好了 齁 除掉生長 給電 深度 是完全貫穿 OK Alright 那 我們今天 你看 這個圖形就完成了 那我們要 我們檢查看看齁 是不是合乎我們的標準尺寸 我們來檢查這裡 75mm距離 這邊 這邊 內進 7.5mm 而 外進 是 17.5mm 然後 深度是15mm 高度是20mm 這邊沒有問題 再來 看 看這邊 外進45mm 內進25mm 外進45mm 是不是一樣 內進25mm 外進45mm 高度50mm OK 這高度50mm 在這裡 正確 第三 看這邊 R15 裡面 是16 這是16 然後 這邊距離是35mm 然後我們再檢查看看 這邊是不是13 31 扣掉5 所以這邊是13 13 準確 然後最後檢查這個地方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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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整個圖形就完成了 顏色就不用講了 因為顏色都可以隨便改 那 今天這個視頻就到此結束 OK OK 今天的會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 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 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 有新的視頻就會通知你喔